说到王耀庆,他从小立志当商人,因错田高考志愿成演员,娶了小学同学恩爱多年,那么王耀庆都经历了什么呢? 王耀庆1974年出生于台湾台北市,他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商人,高考时因错田志愿,他带着些许迷茫来到了台湾府人大学大众传播学院就读,从此开始了演艺之路。 说到王耀庆的爱情也是非常让人羡慕的,他和妻子郭艳青是从校服到婚纱的典型代表,他们从小学四年级就在同一个学校,高中在同一个班,唯一的失联就是在高考后,但是大学毕业后,一场同学会,又让两个青梅竹马的人再次牵手。 国家父母知道女儿和同学同居十分不悦,担心未来岳父岳母反对二人交往的王耀庆,马上就把婚结了。 婚后,妻子为王耀庆生了两个儿子,可以说生活非常的甜蜜。 2011年王耀庆来到内地发展,妻子不愿两地分居,最终还是因为丈夫要赚钱养家妥协,于是夫妻俩就形成了拍戏时每天视频,隔月妻子来探班的相处模式。 一身贵族气质的王耀庆,他在荧幕的角色都是精英人士,演变了所有有钱人,但是他本人曾在访谈节目里澄清过自己本身并不是一个有钱人,那又是什么塑造了他一身的贵族气呢?是细节。 在转战内地的第一部电视剧《浮沉》中,王耀庆饰演的是一个非常帅气的海归陆帆,为了更加贴合金领的形象,他自己掏钱量身定制了30套西装,胸口的袋子里永远都插着一支高级钢笔,凭借这部剧,他夺得了华鼎奖最佳男配角,从此之后,他的戏录仿佛就定格在了这一种类型,但其实生活中的王耀庆是十分幽默搞怪的。 现在王耀庆在综艺里跳着搞怪的舞蹈,直播中金剧不断,这种有趣的个性因成熟稳重带来的反差萌受到了观众的喜爱,对于现在的这个时代来说,算是一个宝藏男孩了吧,偶尔一身正气的他,巅峰一点尤为可爱。